我是薄皮过长 我想把他给割掉 您都71岁了 您还要 人生其实才开始 我才刚刚开始 对 开始 在曹医生的妙手回春夏 70岁的五家大王化身硬汉 让金莲内叫一个心服口服 但下面这个叫华一驼的神医 那医术真的就像是一驼 华佗是真道病除 而他则是真道命除 十岁的小女孩生了怪病 全身长满了小疙瘩 华一驼把过麦后直呼不得了 师父 您看 这像废斗 随后他换了只手继续把麦 眼神突然变得惊恐起来 虽然把麦的方法与众不同 但他还是诊断出女孩得了美毒 妇人对此居然深信不疑 求神医救救自己闺女 华一驼一看机会来了 张口就是五十万 说只要扎上那么三针 就能够让女孩彻底出根 但女人家里没那么多钱 华一驼说今天是祖事业诞辰 能够把零头去了 可女人也拿不出一百万 我们可看不起 师父 我看这位大婶 人挺好的 您就人心人数吧 来个半价计算 华一驼勉为其难的点个头 只收女人五十万 两人一场双黄掩下来 女人终于出得起了 华一坨收了钱后 就开始准备扎针 谁知一针扎下去 女孩当场就不动了 他 大夫 他怎么样 没事没事没事 死不了 大夫 他的手冰凉了 这个越凉越好 这凉了表示热退了 热退了 随后他让女人去倒一杯温水 说要给女孩醒针 当女人离开房间后 两人赶紧收拾东西跑路 这时女人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别跑 别跑 在女人的呼喊声中 华一驼师徒俩被当场按住 挨了一顿打后 被罚背着女孩到街上游行 本来以为他们会洗心革面 没想到几天后两人养好了伤 摇身一变成了金针赛扁圈 很快一个倒霉蛋就送上门来 邀请他去给自家小姐制饼 原来李小姐得了怪病 专吃烧焦的蜡烛星 画一坨一看这场面 立马说他中了骨 只要一针扎下去 保管针到病处 眼看师父拿出了金针 小徒弟瞬间瞪圆了眼 想起上次游街时的惨样 小徒弟死死拦住师父 师父 你能不能手下留情 这个 我背不动 影片也到此结束 我 感谢观看